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1年4月20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日联合声明提所谓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 外交部回应 民进党当局借黎智英等人获罪 说三道四国台办回应 2021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研讨会在民举行 继联合声明发布涉台内容后 美日台湾牌依旧打不停 台媒称台军正向煤采购 AGM-158远程空对地导弹 林嘉隆下台 王国财接掌台交通部门 苏贞昌用人为私 引爆党内派系纷争 岛内新冠疫苗接种 增24件不良反应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9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针对有记者问 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 提到了所谓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要求美日 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立即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9号答记者问 针对有记者问 李志英等人日前被裁定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等罪名成立 民进党当局对此进行攻击污蔑 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违法分子 理所当然 不容干涉 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 人权的旗号 假惺惺的喊着民意 对话 干着捞取选票和乱港谋独的勾当 这些卑劣伎俩有目共睹 正告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 否则必遭严惩 4月18号到19号 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和叶胜桃研究会主办的 2021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研讨会在福建莆田举行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 海洋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海峡两岸的近30位专家学者 围绕海洋文化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主题展开研讨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开幕会上表示 海上丝绸之路增加了人文交流交往 促进了沿海地区繁荣 培育了开放兼容的海洋文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 面临全球化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需要发挥优势 增进交流探索创新 研讨会旨在探讨海洋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发掘海上丝绸价值和优势 促进丝绸沿线的经贸和人文交往 造福民众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部分大陆学者和全部台湾学者 以线上方式参加研讨会 自2002年起 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已经举办了18届 先后就地域特色文化 学科领域文化 民俗文化等议题展开交流 美日领导人上周发表联合声明 其中谈及涉台内容 此后美日涉台小动作不断 综合台媒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19号称 没人乐见因为台湾议题引发冲突 美国仍致力协助台湾 所谓自我防卫 这是历任美国政府都在做的事 日本全国日台友好议员协议会 19号晚在日本横滨召开总会 会中做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文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19号召开媒体简报会 他表示美方支持一中政策 没人乐见因为台湾议题引发冲突 美国仍致力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会提供台湾相关资源 这是过去历任政府都在做的事 日本全国日台友好议员协议会中 做出支持台湾以正式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 由大阪市议员永景启介朗读决议文后 台当局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代为接受 被媒体问及这份声明是否提交给政府时 永景答说 现在日本各议会陆续做出力挺台湾参加世卫组织的决议 各议会也分别向政府提出谏言 针对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的涉台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已就日本领导人访美两国勾连对华消极动向 向日美表达严重关切 他强调 当前中美中日关系都处于一个重要关口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访将对外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中方对日美发展正常双边关系没有意见 但这种关系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相互理解与信任 有利于亚太和平与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日美应该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和要求 不得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 不得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中方将事情做出必要反应 驻美使馆发言人也就此表示 我们对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相关言论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美日相关言论已经完全超出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 损害第三方利益 损害地区国家相互理解与信任 损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明明是企图在亚太地区搞分裂 搞针对别国的小圈子 却贯之以自由开放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美日这种图谋逆时代潮流而动 伏地区国家民心而行 势必以损人的目的出发 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有关台美军售议题 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战略规划司长李世强 19号表示 所有经公告受台的军购案进度均正常 台湾还在争取的案子 目前仅剩台空军AGM-158远程空对地导弹 民进党亲民带赵天林当天在台立法机构质询 问及有核军售案是台湾想买 但尚未获美方通知同意 李世强做了上述的说明 据报道 台军武器装备采购以精准与机动为建案的依据 AGM-158导弹属于半逆宗远距离空对地导弹 射程超过300公里 配有1000磅的穿甲弹头 可挂在于F-165战机上 此外 台军方相关人士透露 美方近期渴望宣布售台M109A6自走炮 预计在2023年至2025年三年交付 台湾争取搭配自走炮的M982精准导引炮弹 渴望另外宣布 据报道 台陆军计划向美军采购100辆M109A6自走炮 预算约172亿元新台币 但在预算考量下可能无法一次买其 另有人透露 第一批计划购买40辆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明确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反对台美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 不会得逞 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大灾难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指出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将采取正当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台铁泰鲁隔号列车4月2号发生重大事故 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林嘉龙为此请辞 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19号公布新任人选 由该部门副主管王国才接任在岛内引发争议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民进党民带陈明文当天上午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质疑 王国才是副主管负有政治责任 如今主管下台副主管升官 这样的逻辑他想不透 中国国民党团抨击台交通部门重大工程督导汇报 下设查核小组记录显示 该小组去年10月7号就查出此次事故地点 边坡工程未设护栏 却毫无作为 督导人王国才没有责任吗 现在却升任交通部门的负责人 这不是派系分赃 是什么 这就是蔡英文和苏贞昌的用人逻辑 国民党团表示 王国才属于民进党内的局系人马 可以如此火速上任 摆明的又是赤裸裸的派系分赃 对于在民进党内属于鹰派的陈明文的质疑 国民党民代李德维认为 可见这项人事案是由苏贞昌来决定的 不是由蔡英文来决定 如果是蔡英文定的 陈明文就不必要跳出来 这也凸显了蔡苏两人的心结 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苏贞昌整顿一己 用人为私 以再度引爆党内派系的纷争 文章分析说 从台当局前行政部门发言人丁一鸣请辞后 又悄悄回锅领高薪 苏贞昌的用人风格就是如此 不想用的人必去之而后快 想用的人再有争议也要用 文章表示 2022选举民进党内初选在即 苏贞昌的强势性格恐让派系恶斗更无宁日 据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报道 岛内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到19号累计已破3.2万件 另外公布新增24件接种疫苗后的不良事件 其中一件为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其余为非严重不良事件 另外先前曾有一件非严重不良事件 改列为疑似严重过敏反应 针对一件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说明 这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在接种疫苗的当日 就出现了疲倦、四肢酸痛、发烧、胃寒等症状 但目前症状已经好转 改列为疑似严重过敏反应的案例为50多岁的女性 接种疫苗的当天打完10分钟后 就有出现一些嘴唇、舌尖肿胀、麻痹等情况 同时还有恶心、发热、发红、呼吸喘、血压高等情形 索性经过抗敏药物治疗后症状有所好转 当天晚上已经离开医院 除了4月12日再次看诊之外 并无其他特殊状况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天头条全部内容 我是帅兵 明天再见